主播3600遍 看我今天變身 蔬果拍賣員 天是黑的 你知道現在是幾點嗎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現在時間 AM 1點45分 凌晨2點 產地最新鮮的蔬果 已經送到這兒 拍賣員得先看貨 財定價格 2點半全員點名大集合 因為3點鐘 大盤中盤商的搶菜大戰 就要展開 都不錯2、3個 2、3個 2、3個 2、3個出聲 是啦 2、3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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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這種極少在鏡頭前曝光的 拍賣實況 看的人眼珠都要掉下來 他講什麼 我腦袋還沒翻譯過來 手邊的菜已經賣掉一大半 拍賣進入第三輪 終於換我上場 現在是大盤 大盤 大盤 小盤 很好 不買百度疼 8塊就好 7塊沒有 7塊 不好 8塊 8塊 來 感謝你 實踐 好耶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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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給 謝謝 你不要說出來 這種超殺的拍賣員 除了要喊價 還得會掌控現場氣氛 3、5時講講笑話 拉台買戲 連外國買家也被吸引過來 15塊 我算你14塊的好不好 13 13 2塊 4 3 4 外國朋友不要這樣 第一次拍賣就上手 但依照我喊價的速度 可能到隔天都賣不完 還有帶嘉獎 人家正牌拍賣員 可是得經過 禮過員 試拍員 再通過拍賣考試 起碼兩到三年的歷練 才能站上這拍賣台 由於生間比較公務人員 所以有人一賣就是30年 打從進入果菜市場工作 開始拍賣員 他們就是白天休息 晚上工作 而這樣的辛苦 是有代價的 因為他們的願心 5萬元請教 曬不太刀太陽 對 只有休假的時候才比較會 休假其實有時候累 所以有時候在睡覺比較多 天亮了 一般人的一天開始了 蔬果拍賣員的一天結束了 那我會去播新聞了 好 看新聞 再見